花蓮市原住民狩猎祭几日起开始 在12个部落陆续登场 透过祭典将原住民传统狩猎祭场 还有猎祭制作及生态保育观念 要传递给下一代 族人们也欢聚一堂 而另外太鲁阁族在12月18号 会在福伦公园举行感恩祭 及文化产业推广活动 花蓮市长维家贤 27号上午协同原型客长江静贤 前往福伦公园参与几顾部落的狩猎祭活动 受到部落头目和字节与族人们的热情欢迎 而市长维家贤也感谢各部落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包括补育季 逢年季等都配合停止办理 希望疫情能尽快消弭 让原住民部落明年的三大祭典都能顺利举办 在此我们要谢谢 过去传承老祖宗智慧的每一个伙伴 那我们今天也鼓励年轻的朋友们 希望能够把祖先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也能够继续捍卫部落的文化 那在此花莲市公所也会全力的 继续支持部落各项的文化 也希望把三个大的祭典 捕鱼祭 风年祭跟狩猎祭 持续的传承下去 那我们也会办理各种不同的 有趣的一个课程 让年轻人能够返乡参加部落的课程 居住在齐来平原的南市阿美族 除了哺育祭 风年祭之外 每到岁末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祭典 就是狩猎祭 而阿美族的狩猎传统 有着许多对生态维护的规范与智慧之外 还有许多经济约束 让野生动物不至于灭绝 因此也藉由狩猎祭的活动 将老祖先的传统列具制作技巧 狩猎所需遵守的三菱法则 生态保育观念等向下扎根 希望年轻人未来能肩负起这项使命